欢迎收看今天的北美地方新闻 我是洪淑芬 皮尤研究中心发布最新调查报告显示 新冠疫情大流行 不仅给普通民众在心理层面施加压力 同时也让人们身体力行地搬离原有居住地 来看新闻的详细内容 皮尤研究中心最新发布调查数据 由于新冠大流行以及新冠所带来的经济影响 全美3%的成年人口永久或暂时性地搬离了他们的居住地 同时6%的成年人表示 周遭有人因新冠疫情而搬入他们的社区 很多人搬回与父母同住 夫妻相聚或是纽约客搬离市中心至郊区 牵移现象在年龄19到29岁的年轻族群中更为明显 新冠大流行期间有9%的年轻人搬离原有居住地 在调查参与者中 非裔美国人及白人族群的牵移比例 是4%和2% 而亚裔则以7%高居榜首 西班牙裔以6%的牵移比例紧随其后 在搬离居住地的人群中 健康安全考量被列为首要因素 有28%的人表示 搬家是因为希望减少接触病毒的可能 另有23%因为大学校区关闭而搬家 有1%的人搬家是为了和家人居住在一起 有8%的人因为失业而搬家 10%的人出于财务原因而搬离原有居住地 皮尤中心研究员表示 反向询问那些身边有人搬家的人你会发现 那些受过高等教育和拥有较高收入的人 往往更容易认识某个搬家的人 而相较于年长者 年轻族群身边搬家的人更多 由于该项调查的数据是在6月份所获取 也并未要求收到人提供原有的地址 因此无法汇制出更为详尽的迁移地图 但根据美国邮局3月和4月的申请修改邮寄地址的数据 纽约市的居民主要搬往佛罗里达 康涅迪格和南加州等地区 皮尤中心研究员表示 由于目前全美的校园以及公司 对于在线授课和居家办公的不确定性 当下的搬移是否是永久性的还尚未可知 中天中望 整理报道